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通过明镜感谢关心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明镜现场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今天在纽约对明镜表示 他这次到美国是私人旅行 很感谢大家的关心 个人没有公开活动 也无法接受媒体的访问 刘霞在美国东部时间25号下午从旅居的德国抵达纽约 他现在住在曼哈顿私人朋友的公寓 他通过明镜电视感谢大家的关心 他对明镜电视说 这次到美国是私人旅行 看看老朋友 见出版社的经纪人 除了今天下午出席哈沃尔图书基金会与美国笔会的座谈会之外 没有其他的公开活动 同时刘霞表示很抱歉 他不能接受媒体的访问 明镜电视获知 刘霞25号下午从德国乘坐美国三角洲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纽约 明镜电视今年上午在曼哈顿的私人公寓见到了刘霞 他的状态非常不错 他说希望的生活是拍拍照 写点东西 这次与刘霞同行的是廖玉吴一家 明镜电视并没有见到外船的中共陪同人员 据明镜电视获悉 这次刘霞到纽约是美国给予的特殊签证 今年7月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并是一周年前夕 刘霞得以脱离中共当局近十年的实际转禁 刘晓波的好友 刘亡德国的作家廖玉吴 25号晚上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告知外界他和刘霞已经抵达纽约 他还呼吁外界 请别挂念 请别猜疑 纽约的朋友们 我们到时候见 哈维尔图书基金会公布2018年打破竞技 无惧危难作家奖 得奖人为廖义武 基金会新闻稿表示 刘霞是2018年奖项的入围候选人之一 哈维尔图书基金会设立的打破竞技 无惧迫害作家奖 旨在表彰世界各国不为强权迫害 坚持人权理念的作家 该基金会是为了纪念捷克前总统 人权斗士哈维尔 哈维尔2010年曾公开致函时任中共领导人的胡锦涛 抗议中共对异议作家刘晓波因参与起草主张 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而判处他11年监禁 哈维尔还提名刘晓波获得当年的诺布尔和平奖 好了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明镜现场 作曲 杨广路